三劍客 喜欢心机互相陷害的游戏吗 那你一定会喜欢三劍客 此款派对游戏是地培们喜欢的电挡桌游 游戏简单易学 大人小朋友都爱 快让我们一起见到骨子里吧 游戏设置 1.将所有牌面向下洗云 并发给每位玩家三招作为首牌 2.剩余的牌放在桌面中央作为牌库 这样子就完成游戏设置了 游戏目标 获得最高的分数 分数该如何计算呢 三劍客共有蓝色的高帽客 绿色的烟斗客 橘色的贝雷客三种 每位玩家面前将有6个空位 可以放置卡片堆 只要有一位玩家面前放满6叠卡片堆 游戏就会宣告结束 所有玩家加总卡片上方的数字 极为得分 但这边特别要注意 一定要三种颜色的卡片都有 才可以计分 计分范例如下 此玩家的牌队少了蓝色的高帽客 因此不论加总的分数多高 都是0分 此玩家三种颜色都有 分数为39分 此玩家则为28分 大家可以发现 卡片最多的玩家 不一定是分数最高的玩家哦 所以是否要最先出完6个卡片堆 结束游戏得好好思考一下 知道游戏目标后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要怎么建立自己的卡片堆吧 很简单 轮到玩家的回合时 出一张牌 抽一张牌 让手牌维持三张 打出的牌可以出在自己面前 也可以出在别人面前 若为相同颜色类型的卡片 可以进行覆盖 而同一位玩家面前 如果有相同数字的卡片 则两个牌堆将进行合并 以下为五人游戏进行中的范例 A玩家打出一张牌 在自己面前 抽一张牌 结束回合 顺时针轮到B B玩家也出一张牌 在自己面前 抽一张牌 结束回合 C决定出一张蓝色的E 覆盖掉A的蓝色食物 此时 A面前出现了两叠蓝E 因此将两叠卡片合并 A面前本来有五叠卡片 因为合并 现在只剩下四叠 之后C抽一张牌 结束回合 游戏结束及继分 游戏将进行至 有一位玩家面前有六叠卡片 或排库用镜 所有玩家出完首牌为止 玩家各自加总 自己卡片堆最上方的分数 注意 若玩家未拥有三种颜色的卡片 将不移计分 记录所有玩家的分数后 开启新的一局 最先累计超过150分的玩家 为最终赢家 厚颜无耻进阶版 玩家也可以尝试以下计分方式 每局游戏结束时 只有最高分的玩家 可以获得分数 其余玩家以零分计算 最先超过100分的玩家 赢得游戏 恭喜你 学会三间课啰 好 词 职 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